朝鲜人敬仰谁 一目了然 在朝鲜全国各地 人们怀着宗教般的热忱 向金家三代人表达崇敬之情 朝鲜严禁基督教传教活动 但官方对公元四世纪传入朝鲜的佛教的态度 就比较复杂了 因为佛教与朝鲜历史有着千丝万缘的联系 而且朝鲜历史是这个一党制国家 竭力向国内游客和访问这个孤立国家的少数外国人介绍的 普贤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高丽王朝 尽管朝鲜从官方定义来说是一个无审论国家 但这里的和尚说 寺庙的香火仍旧很旺 我不记得具体数字了 不过来我们寺庙的佛教信徒 有大概两千人 他们出席佛教仪式 参加佛教纪念日活动 或举行他们自己的一些活动 郑弼说 寺庙里有二十个和尚 他已经在这里出家二十五年了 寺庙位于庙香山山路 占地很大 被政府列为国宝 有政府拨款 寺庙还接受信众的捐款 记者访问期间 没有见到前来拜佛的人 倒是有一大群学生就在听导游讲解 导游说 寺庙二十四所建筑的一半 都在朝鲜战争中被美国飞机炸毁了 导游盛赞 朝鲜开国元勋金日成 支持寺庙的一系列修复工作